國外國小學生整齊排隊 依據自己的食量 把菜搖到便當盒中 再回到班上大塊朵一番 每位同學都吃得津津有味 也相當珍惜眼前的食物 我超級愛吃營養午餐 每天都至少要吃到兩碗以上 營養午餐都很好吃 然後都會帶著一些 午餐叔叔他們的辛苦 然後就很好吃 儘管如此 在台北市還是有許多學生 因為家庭窮困 連營養午餐的費用都付不出來 需要校方跟善心人士募款 台北市新義林姓宗慶會的 理事長林明仁知道這個狀況 主動找上新義區長游竹萍 希望匯集一些單位的力量 捐助學生們營養午餐費用 小朋友要健壯 我們國家才有希望 我也希望說 我們前台北市的小朋友 今天有飯吃 明天還是要有飯吃 所以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公益的活動 能夠永續下去 非常感謝林理事長這樣子 願意來照顧我們 最沒有辦法照顧這一塊 也就是說他自己經濟有一些落差 然後政府又補助不到 這一點讓我們林理事長看到了 他就糾正一起來幫助我們這些小朋友 這是我們在學校裡面 也最感念理事長可以這樣來做的 那也感謝林董事長 可以把這樣的愛心擴展到其他區 之後可以永續的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服務 林明仁理事長跟幾個熱心團體 總共捐出了二十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三元 提供新義區 去博愛 無心 永吉 福德和永春無所國小 讓生活比較拮据的學生 也能夠跟一般孩子一樣 不用為營養午餐費用而煩惱 在求學的過程中 也能夠營養均衡 成長茁壯 凱波大台北書位新聞曹德華 近 加山 三版 德ingt 吳源